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问了在场的传道人 有没有人曾经讲到是谈到地狱这个主题的呢? 所得到的答案是没有人曾经讲过 然后这个研讨会继续地进行 也提出了下面的一段话 传道人的确回避永行这主题 因为这个社会不鼓励我们说一些负面的话 我想我们已经开始否认地狱的存在了 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要谈到地狱这个主题 我们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 地狱是什么 二 地狱不是什么 三 那些前往地狱的人将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会用圣经来帮助我们了解地狱这个可怕的地方 地狱是什么 你知道吗?人们对地狱有很大的误解 有些人对地狱的认知也仅止于孩童时期看到的那些卡通的印象 他们想象地狱就像是一间恶魔的房子 魔鬼手里拿着大叉子坐在一个滚烫的锅炉旁 而有些人认为地狱只是圣经里的一种比喻性的用法 另外有些人想象这地狱是一处短暂受苦的地方 人被烧灭 然后就什么都不存在了 所以有鉴于这些不正确的观念 让我们来回答地狱是什么这个问题 首先地狱是个真实的地方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节 耶稣说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弯出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耶稣提到真的有地狱这么一个地方 地狱是什么 第二地狱是一处痛苦的地方 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 耶稣说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 启示录十四章十一节 用以下的用语来描述那些在地狱里的人 所受到的痛苦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地狱是什么 第三 圣经告诉我们 地狱是特别为魔鬼所预备的地方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说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 进入那位魔鬼和他实责所预备的永活里去 第四 从以上的经节我们可以得知 地狱不仅是魔鬼永远居住的地方 而且是神会把作恶的人送到这个地方来 朋友们 地狱是个真实的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会比今生 我们所知道最悲惨的地方还要悲惨 现在我们要探讨第二个问题 地狱不是什么 希腊文有三个字我们必须要分辨清楚的 第一个字是Hades 这个字的中文翻译是阴间 它不是一处永行的地方 阴间是一处人死后都会去的地方 一人死后会到阴间 而作恶的人死后也会到阴间 阴间只是灵魂暂时的拘留所 直到审判日为止 也因为如此 阴间和死亡就被划上等号 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 当耶稣应许建立他的教会时 他说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这是指死亡不能胜过他的国度 在使徒行传二章31节 圣经说到耶稣死后 其灵魂下到阴间 但这里并不是一处永行的地方 当耶稣死后 他的灵魂来到了阴间 更精确地讲 他的灵魂来到阴间里的乐园 路加福音23章43节 第二个字是Tartarus 这个字的中文应该翻译成 阴间受苦处 这个字出现在彼得后书二章第四节 就是天使犯了罪 神也没有宽容 曾把他们丢在地狱 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 那这里所谓的地狱 应该要翻译成阴间受苦处 希腊文是Tartarus 这里并非是一处永行的地方 而是一处二人死后暂时的拘留所 以等候最后审判日的来临 第三个字是Gehina 这个字就是我们这个课程里所要探讨的地狱 它是一处永行的地方 这次Gehina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有12次 其中耶稣自己就使用了11次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第三个问题 地狱像什么 为了帮助你体会这个可怕的地方 我要列出地狱里的七项恐怖 第一项黑暗的恐怖 犹大叔13章谈到了那些远离基督的人 他们像是海里的狂浪 涌出自己可耻的泡沫 他们像是流荡的心 然后他说 有默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 有趣的是 在马太福音25章30节里 耶稣提到了那无用的仆人 他说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 我们看到了圣经的用词 不只是黑暗 而且是默黑的幽暗 不只是黑暗 而且是外面的黑暗 地狱是一处远离光明的地方 为什么地狱是黑暗的呢 这也许是因为约翰一书一章第五节说 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第二项恐怖是 火的恐怖 地狱一直是被火烧着的 在马太福音25章 我们可以知道 当审判日来临 主耶稣要把人分成两边 他会对左边的人说 41节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勇火里去 所以在地狱里的第二项恐怖就是 那烧着永远不灭的火 但是有些人有一个观念是 他们认为人下到地狱 只是被烧掉 然后就不见了 这就是所谓的毁灭说 也就是被火给毁灭了 烧不见了 但是圣经的教导并非如此 让我们听听马可福音9章43 以及44节所说的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 就把他砍下来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 入那不灭的火里去 48节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虫是不死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通常当一个人死后 虫会吃尸体 然后尸体就被毁坏殆尽了 但是在地狱里并非如此 在地狱里的这种消耗过程 是无穷无尽的 这经节所要传达的信息就是 人在地狱是一直被火烧着 而这个过程是从不停止的 在这段经文里 主耶稣重复地说 地狱的火是不灭的 朋友们 地狱最恐怖的 其中一项就是 在那里的居民 是住在不灭的火中 在新约圣经里 地狱和火常常相提并论 这并非是比喻 而是真实的情况 圣经有时候会用 如火一样 或是像火一般 来形容其他的事 但是谈到地狱 圣经只是用火这个字 来形容地狱 第三项恐怖 是一些不会出现在地狱里的事 也许你可以列举出异常穿的名单 但我在这里只要提到两三件事 是地狱里所没有的 在地狱里没有怜悯 怜悯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提多书三章第五节说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 我们任何人能够上天堂 都是神的怜悯 而在地狱里是没有怜悯的 谁会怜悯那些 已经前往地狱里的人呢 你能够了解 每一个在地狱里的人 都是处在相同的情况下 谁能在地狱里说 让我来帮你 这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 因为在地狱里根本没有怜悯 在地狱里是没有盼望的 假如地狱的刑罚是一千年 然后有另外一个审判日 让你有第二次的机会 或许你可以假释 会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你暂时的喘口气 但是事实上没有 所有的希望都远离而去了 所以地狱的恐怖就在于 那里没有怜悯 没有希望 也没有孩童般的欢笑 第四项恐怖 记忆的恐怖 在路加福音十六章 我们读到了一位财主 和一位穷人 名叫拉撒路的故事 拉撒路是对神尽忠的 但财主死的时候 他的灵魂是处在一个 失丧的状态 我们要读这一段经文 特别要注意的是 关于他记忆的部分 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起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 和细麻布衣服 天天奢华艳乐 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 浑身身肠 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 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冲击 并且狗来舔他的仓 后来那讨饭的死了 被天使带去 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他在阴间受苦 举目望见亚伯拉罕 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 就喊着说 我主亚伯拉罕 可怜我吧 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 沾点水 凉凉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亚伯拉罕说 儿啊 你该回想 你生前想过福 拉撒路也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 你倒受痛苦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财主 他死的时候灵魂是失伤的 他在这世上咽下最后一口气 当他再度张开双眼时 他发现他处在阴间的受苦处 塔塔罗斯 此时他还没有下到地狱 当审判日来临的时候 他才会下到地狱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开始遭受痛苦了 他已经先尝到了地狱里的滋味 而这地狱是他以后要去的地方 我要你注意到 他正在哭求怜悯 他恳求给他喘息的机会 他说他在火焰中极其痛苦 很显然的 这痛苦的经验若不是和地狱相同 也是一种蛮类似的经验 有一点不同的是 这阴间的痛苦是暂时的 持续到审判日为止 而在地狱里的痛苦却是永久的 有时候我会想那些无神论者 他们终其一生否认神的存在 当他们死了之后再度张开双眼时 他们会发现 他们是处于阴间的受苦处 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 他们错了 但已经太晚了 他们会在火焰中遭受痛苦 在烧烧的火里悲惨中度过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无力自救 但这里有一个重点是 我们必须强调的 在地狱里的另一项恐怖 就是记忆 当这位财主哭求怜悯时 亚伯拉罕的回答是 儿啊 你该回想 你生前想过福 拉撒路也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 你到受痛苦 亚伯拉罕使用了回想这个字眼 他会回想起什么事呢 事实上有一种更好的说法 因为你必须了解一个事实 就是这位财主 如今还在这阴间的受苦处 他现在还在那里 所以我想更好的说法是 有什么事是他今天仍旧记得的呢 我想他仍旧记得他在世上的财富 圣经称他为财主 我想他仍旧记得他还活着的时候 他身边的人 那些人他有机会用他的财富去祝福他们 但他没有这么做 我想他会记得他有机会认识这位神 并照着他的话去做 但他可能太忙而没有去做 我猜他会记得他身旁有些艺人 那这些艺人有时候会鼓励他行善 但他可能对这些人心生反感 事实上他记得他地上的弟兄 从他和亚伯拉罕的对话里便可得知 他说 我